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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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各怀心思互相隐瞒真实身份 以此所展开的家庭喜剧 《间谍家家酒》我在一年半时曾经推荐过 当时我给了相当高的评价 那时候在台湾还不是很热门 但最近非常开心 这部作品现在可以说相当相当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间谍家家酒》 不过在谈作品之前 我们先来聊聊作者 远藤达哉老师 远藤达哉出生于四城县古河市 生长于一个平凡的小家庭 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一个哥哥 哥哥因为有购买周刊少年Jump的习惯 年幼的远藤 自然也跟着哥哥一起看 而在这日复一日的熏陶中 远藤达哉逐渐爱上了漫画 当时他深受七龙珠所感动 便下定决心立志要成为一名漫画家 他希望能成为如同鸟山明老师一样的人 也因此小学的时光 他经常以七龙珠为题材进行作画 也相当喜欢临摹 《勇者斗鹅龙》四个漫画剧场的相关绘图 不由于身边没有任何绘画相关的专业人士 远藤锻炼技术的方式都是自学 并且他相当努力 在其他孩子玩耍的时候 他却把所有时间 通通投入到绘画的练习创作之中 在上了国中之后 远藤也依然持续不断努力画画 甚至还对周围的朋友说出 自己将来绝对会出漫画 你们要记得买哦 也因为自小就努力的练习 虽然是自学 但也渐渐开始有了不错的水平 从高中一年级开始 远藤就用大约三个月一篇作品的节奏 持续不断地向周刊少年Jump进行投稿 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败费 高尔德那一年 终于受到了编辑部的鼓励与夸奖 所以在高中毕业时 远藤决定放弃考取大学 专心以漫画为职业目标迈进 并在2000年周刊少年Jump主办的 第五回Story King漫画赏中 获得了第二名的佳击 而获奖作品西部游戏也刊载在吃完Jump上 自此成功出道开始了漫画家之路 不过虽然20岁就成功出道 连载之路却相当不顺利 结果这段期间创造了相当多的短片 却迟迟得不到编辑部的认可 就这样 在现实与理想中搏斗数年之后 2007年才终于 以Tistar一同枪手这部作品成功取得连载资格 Tistar一同枪手主要在描述 杀手修女清除犯罪者的故事 整理的风格相当灰暗 除了有处决犯人的描写外 也有相当多残忍的画面 甚至加入了儿童虐待的社会议题 是一部青年风格的漫画作品 远藤也表示 这是一部至始至终都会让人很犹豫的漫画 而Tistar一同枪手只连载了一年左右 就结束连载 有趣的是一般的漫画家 通常会为了下一部连载而伤透脑筋 但远藤却是没有急着展开新连载 而是去当助手 漫画家在成名前去当助手的例子非常多 但是在已经出到连载之后 再跑去当助手的情况就比较少了 而当时远藤来到了 亲之驱魔师加藤和会的工作室 开始了两年的助手工作 这段期间远藤也获得了更多的养分 并以过去曾画过的同名短片 月华美人为基础 成功取得了第二次的连载资格 2010年月华美人与Jump SQ6月号上开始连载 月华美人是一部参考日本神话 竹曲物语的和风奇幻冒险漫画 描述了月球女帝 迎候的女儿竹之内灰叶 动身前往地球守护皇位的故事 虽然时代背景是以平安时代的日本为依据 但却加入了许多科幻的要素 与前一部连载作品 Tistar一同枪手相同 月华美人也有相当多残酷暴虐的画面描写 不过这部作品不到两年便宣告完结 2012年远藤又开始了他的助手生活 不只担任了炼剧人的作者藤本树的助手 甚至也担任过曾是同一家精神 甚至也担任过曾是藤本树助手的赫莱有志的助手 在此后的几年之间 远藤一边担任各个漫画家的助手 不断累积经验 且一边创作短片作品 就这样 时间来到了2008年 远藤创作了一部短片漫画 这部短片漫画叫做I Spy 主要描述了间谍与女高中生之间的爱情喜剧 这部短片作品在读者之间引起了不错的回想 而反映不错的短片作品 但就要思考是否有作为长篇连载的价值 有趣的是 其实远藤最开始在创作I Spy时 是决定单纯作为短片而创作 并没有想要连载的打算 不过因为自己很喜欢军事相关的事物 对于间谍也不讨厌 或许这是一个意外适合自己的题材 在征询过责任编辑林视频的意见后 也得到了画你想画的东西就好的回应 于是远藤便决定以间谍为题材 来思考全新的计划 而因为前两部长篇连载作品的角色及故事都较为黑暗 因此则人编辑希望远藤在新连载中做出一些改变 编辑认为如果继续创作黑暗的故事 作者跟读者都有可能会变得郁郁寡欢 在反复进行调整及修改后 远藤终于创作了全新的草稿 而这份草稿也在编辑部内得到了一致好评 甚至在编辑会议前便确定了保送资格 这个草稿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便是充满欢乐与温馨剧情的间谍家家酒 间谍家家酒在最初提出草稿阶段的时候 其实是尚未决定作品名称的 则人编辑原本建议是以日文书写的间谍一家 但远藤左看右看就是觉得有种太过直接的感觉 并又想了一百多个标题 在经过了你来我往的讨论之后 最后决定还是回归原点 采用了间谍一家只不过是用英文来称呼 Spy Family 并在两个单字中间加上了一个X 而间谍家酒除了有参考之前的短片I Spy 远藤也活用了过去自己所创作的诸多短片作品 例如阿尼亚的名字及外形设计 便取材于自己的短片漫画 《恋语的阿西亚》中的女主角阿西亚 以及短片漫画 《雨时薄红与铁倚心中的美肚沙之女米夏》 并且这种一家三口的组合形式 也同样能在《雨时薄红与铁倚心中》看到一丝处形 可以说《间谍家家酒》便是集合自己过往经历的精华而成的作品 不过其实连载《间谍家家酒》让原点的压力非常大 压力并不是来自作画 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压迫 由于作品的调性是喜剧类型 所以许多桥段本应不需要太认真去讲究逻辑 但《远藤》其实是个完美主义者 所以只要一不留神 自己就会开始钻扭脚尖 以原作中出现的网球对战为例 他不但会去钻研符合时代背景的网球拍设计 还会反复思考真正的间谍到底会如何行动 在连载过程中 身为责任编辑的林世平 也经常协助《远藤》去进行诸多的资料调查 六作品的时代背景是设定在1960至1970年代 所以像是当时的人主要怎么联系对方 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甚至细节到瓦论纸是从何时开始使用等等 可以说尽管是个喜剧漫画 但为了忠实呈现真实的世界观 让远藤与编辑花费了许多心思 而除了对历史进行考究外 远藤也参考了许多现实世界实际存在的事物作为参考 例如作品中的东国与西国 就是以冷战状态时的东德与西德为原型 有趣的是 虽然地形与情势是参照东西德 但街道的设计灵感却是来自英国的阶级 而安妮雅所就读的伊甸学院 则是取材自英国的超贵族学校伊顿工学 为何是超贵族学校呢 因为就如同漫画里安妮雅就读的伊甸学院一样 不但有许多王室成员就读 甚至培养了20位首相 并且有钱也进不去 还必须提早好几年报名 俄罗伊德所任职的国家情报局对东克WISE 现实中的对应则是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 没错 也就是007詹姆斯庞德所服务的组织 另外 约尔所身处的暗杀组织花园 也不是空穴来风 机缘形式参考1930到1940年代 在暗中活跃的犯罪组织Murder Inc 至于将男女主角设定成擅长变装的间谍与职业杀手 这个灵感是来自2005年的好莱坞电影《史密斯任务》 虽然与电影中的角色性格完全不同 但却绝妙地活用了互有秘密的两人结成夫妻的设定 而在早期的设定中 各个角色的样貌与现有的样子有所不同 例如拥有独心超能力的安妮雅 最初设定的年纪较大看起来也较为阴沉内向 而情报商兼黄昆协助者的佛朗基 原本竟然是作为安妮雅的叔叔登场的角色 令人意外的是 在单行门第四集才加入佛杰一家的狗狗彭德 这个看似是漫画后期才创作出的大狗狗 其实是在最开始设定阶段便已经存在的角色 设计的核心理念便是没有干净的狗 只不过初期的轮廓是比较类似于米格鲁的猎犬外形 在经过了各种尝试之后 最终才变成蓬松又呆萌的模样 远藤虽然没有明确设定拳轴 但曾经透露 现有的样子是按照大白熊犬的模样画出来的 并且原本是有考虑要取名成花生 但因为怕读者与现实中的狗做太多连接 最终还是决定以间谍007为灵感 取名为彭德 值得一提的是 间谍加加9在单行本第四集要发行之前 人气已经逐渐形成一股热潮 而在决定第四集单行本封面角色时 远藤想要让彭德单独担任 不过当时编辑部其实出现了许多抱持怀疑的声音 但最后 则恩编辑向上司说道 彭德也是家庭成员之一 才取得了大家的人格 而在分金构图上 远藤也下了许多功夫 大量使用了近年少年漫画中常见的内心独白手法 不只是主角 透过周围人物的心情切换 让读者能一窥不同角色之间想法的碰撞于矛盾 并且为了让读者能够更轻易阅读 远藤采用线条干净且简单的画风 品味也相当好 例如目前丹西门的封面 都是一名角色搭配一张椅子的构图 而这个椅子正是远藤独到的坚持与品味 第一集的封面人物洛伊德 他所作的椅子为现代建筑之父 勒科比义 于1928年所推出的LC2沙发单一 由五个部件组成的正方体沙发 单一的配色搭配时尚的简约外形 如同洛伊德一样 透露着沉稳与理性的气质 要价17万台币 第二集安利亚所作的椅子 则来自美国工业设计师 乔治尼尔森的棉花糖沙发 不断荣获红点设计奖 18个圆盘软店也能依照喜好随意组装 除了暗示安利亚能读出他人脑内的对话框外 缤纷的色彩也象征他开朗少跟金的乐天性格 要价16万台币 第三集 约瑶的座椅是美国设计师夫妻 伊姆斯夫妇设计的Lachaise云朵伊 刘尖的外形呈现出女性优雅的曲线 与温柔玩渔的约瑶非常相配 云朵般变幻莫测的性质象征了冷血杀手的形象 要价30万台币 第四集的狗狗彭德 搭配了座椅为芬兰设计师艾洛阿尼奥 在1963年所设计的球衣 也称新球衣 被誉为是工业设计的经典之作 其圆滚滚的造型 也跟彭德的体型如出一车 身旁电视机上标识的Future 也象征了彭德的超能力 要价10万台币 除了设计品味相当独特 经理加加9也举办过一些特别且意义非凡的活动 例如 安妮娅好朋友企划 这个企划的进行方式是 让远腾与粉丝一起创作安妮娅 这些创作会制作成LINE贴图上架贩售 并将营收的所得 全数捐给教育支援机构 Ashi Naga运营会 这个企划不但吸引了超过5000人 最终也成功捐出了21万日元 是特别且意义十足的慈善企划 也创造了能与粉丝一起互动的机会 与大部分漫画不一样的是 经理加加9并非刊登在 纸本的周刊少年Drum上 而是连载在极音社旗下的 网路漫画平台 少年Drum Plus上 相较于纸本杂志而言 网路平台的刊载内容及尺度更为宽松 创作的自由度及灵活度也相对提升 因此才有机会诞生出 例如岩泉或周末的后宫等等的作品 而经理加加9在少年Drum Plus 也有一些厉害的记录 在第一画师六眼数就突破2000则 在第五画师阅览数破300万 并且是少年Drum Plus 首部销售量突破1000万的作品 截至2022年4月为止 单新本发行量也突破1600万部 伴随着作品的高人气 间谍加加9也陆续拿下了多个奖项 例如2019年第五届 下一部漫画大赏 网路漫画部门票选第一名 2020年这本漫画真厉害 男性部门第一名 第四届 Zutaya漫画票选最大赏等等 当然因为人气居高不下 间谍加9于2021年11月1日宣布动画化 并在2022年4月开始播放第一季 由制作过晋级的巨人前三季 及国王排名的WeStudio 加上制作过约定的梦幻岛 及脸上换装娃娃等作品的 Cloveworks共同负责 而动画的导演古桥一号来头也不小 不但指导过1996年的 神剑闯江湖 1999年的猎人 甚至于原永亲太郎 共同指导过闪灵二人组 是一名对于少年漫画作品 有着丰富经验的导演 而在音乐的卡丝上 制作组也完全不马虎 主题曲《Mixed Nerds》 由日本知名摇滚乐团 Official Hitenandism 担当大人 歌词的部分不但呼应了 各个角色之间各有秘密的设定 并且也呈现出漫画里那种 尽管不安 但却有淡淡幸福的日常 而片尾曲喜剧 则是请到了新演员 歌名的喜剧一词 一方面象征作品的调性 一方面也安置了主角三人 在虚假的家庭关系中 照着剧本扮演着特定角色一样 这首歌以安妮娅为主角 除了描写了日常生活中 平凡的幸福感外 也诉说了安妮娅最纯粹的愿望 是一首温馨欢乐中 带有洋葱的歌曲 除了音乐之外 角色配音的选角 当然也不可小觑 魏罗伊德现身的《生忧》 是曾担任 果然我的青春恋爱戏剧 搞错了中男主角 比起古巴帆的江口唾眼 担当鱼儿生忧的《早见杀之》 则出演过《魔法科高中的烈等生》 中的《丝泼深雪》 还有《鬼滅之刃》中的《蝴蝶人》 而负责安妮娅配音的《种旗蹲美》 则出演过《Vivi Fluoride Ice Song》中的《巍巍一角》 可以说一家三口 都是参与过人气作品的惊艳好手 而对于动画的评价 老实说其实我看第一集时 真心觉得节奏并没有漫画好 有点担心没有看过漫画的读者 会觉得不好看 但在我接着看下去后面几集的时候 就这样慢慢被动画给收服了 而且竟然还落下眼泪好几次 不得不说 霸舍与生用的呈现 除了身边只看过动画的朋友后 金屋给的答案都是认为相当好看 所以还是很开心的 看到一部用心且优秀的作品 能被大家喜欢 袁天也曾经说过 在创作出《间谍佳佳酒》之前 曾经一度对漫画感到厌恶 也不知道自己该画些什么 就这样在漫画界 载夫载成将近20年 而如今转身回头看 发现正是因为有过去时间的堆积 才能够创作出现在的漫画 在经历了重重难关 今年累月所获得的绝对不只是皱纹 肯定也会有着充满与年龄相辅的魅力吧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间谍佳佳酒》真的是一部 合家观赏的好作品 讨夕有趣的人设 效忠带来的剧情 加上有创意 却有完整的世界观 没有看过的朋友 也相当推荐给你们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